随着春节临近,在安徽黄山,当地人开始制作一种传统美食冻米糖。 这是当地人过年必备的传统美味,也是最不能割舍的年味记忆。 这两天,在黄山市辉州区的岩寺老街上,这堂师傅老程正忙着制作冻米糖。 先把新鲜的糯米浸泡后沥干,再上锅蒸熟,再铺在竹边里自然冷却晒干。 一粒粒米变得光亮晶莹,像涂了一层油冻,冻米一撑,由此而来。 制作好的冻米入锅炒到微黄,香气四溢,接下来就是糖西的制作。 最主要的是它麦芽糖的熬制,如果火候太老的话就松散,不成形。 如果火候太嫩的话,它就是沾牙,不松脆。 炒制好的糖,要再经过揉压、碾切、切块等一道道传统的手工工序。 一块块香甜酥脆的冻米糖,才算制作而成。 不仅自己吃,清洁的时候,放在桌子上来找客人,让大家都吃得开开心心。 据了解,在当地,冻米糖已有200多年的手工制作历史。 作为传统年味美食,冻米糖承载着当地人对年的记忆。